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五次成功的创业经历 被认为是电子产品及快速消费品的营销专家 当你自己去操盘过一个十亿规模的企业的时候 你再做的时候你一定希望它是未来的这个空间 能够是百亿级的或者是千亿级的 他曾经成功策划了商务通的营销 产品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 销售额急突破七亿元 缔造了一个商业神话 凡是做成功的事情其实都是瞄着打的 所谓瞄着打就是你把目标想得很清楚 你的战略规划得很清楚 然后你去把它执行 如今他又涉足金融服务业 开发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账单服务平台 他就是拉卡拉公司董事长孙桃然 本期节目孙桃然与您共同分享创业心得 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希望来了解 你作为五次创业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 让更多的创业的朋友能够知道 你的每一次这个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长 都是怎么样来经过过来的 其实我今天带着特别大的好奇心 后来恒吉伟业这么好的生意 为什么要离开呢 当时是因为在公司的战略上来讲 大家有一些分歧 我们99年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对 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规划公司的一些新的战略发展方向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老总和董事会之间 就产生了一些战略方向上的一个分歧 其实这个分歧呢 在IT行业很多公司都产生过 基本上我后来开玩笑说 这叫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 在做公司的时候的差异 或者说叫一个技术人员和一个非技术人员 在管理公司上的一个思路的差异 那大股东和我们当时的这个总经理 是一位博士 他在技术上非常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高深 我是个文科生 所以比如说在我们99年年底 最后张总他就做了一个总结 说我们成功的13个还是11个原因 就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那我说缺了两条 我说第一条呢 缺的是运气 我说我认为我们成功 有非常大的因素是运气 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你们布置很周密啊 那也是运气 我当时的观点是说 一个公司你要想做强大 你是需要有几根柱子 比如说你的管理 你的研发实力 你的渠道 你的品牌 你的团队 几根柱子才能支撑起这个大厦 我们可能只有一根或者两根柱子 然后这个大厦就起来了 并不是因为我们五个方面都很强才起来的 这是运气 但这个运气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其实争取到了时间 我们可以在未来两三年的时间里面 把我们的每根柱子都加强 这样的话这个企业就可以是一个百年老店了 但是当时反对的意见认为 我们没有运气因素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黄金团队 我们每个都很强 第二个差异呢 就是我们当时的老总认为 技术是我们成功的第一因素 就是因为我的产品创新 我当时认为说是 品牌和营销是我们成功的第一因素 这种分析在2000年和2007年的时候 是越来越明显 我们老总是觉得 要不断地加大技术的投入 包括我们未来想做手机 那么就是我们投了3000多万 组织了很多的人 开始去研发手机等等等等 那我认为说我们 我有这样的一个品牌 有这样的一个渠道 我应该采用OEM的这种方式 我来去切入到一些市场 那当时很多台湾的厂家 就是排着队到我们这边来 就讲说孙总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数码相机吗 你想要手机吗 你不用去做 你提要求我们来做 你来去贴牌 你来去销售 那我认为说 我应该可以把所有 全世界的这个研发力量 和制造力量为我所用 那这种战略方向上的差异 最后在董事会上 就会形成一些大家的意见分析 但这个还并不是说当时我离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后就是董事会的规则就不存在了 那董事会上他有他自己的规则 说你是什么问题是三分之二什么问题是四分之三多数 但是因为商务通他的股权结构非常的不均衡 就是我们是七个联合创始人 那么第一大股东的股份比例非常之高 我是第二大股东 但是我跟第一大股东的差距非常非常之大 那我们其他六个人加起来可能比人家的差距也要差很多很多 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绝对的大股东 那最后呢 就是绝对的大股东会认为说 比如你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表决 就是他可以把它推翻掉 那这样的话呢 整个的规则就变了 这个公司已经不是我理想中的公司了 我理想中的公司应该是一个百年老店 一个治理结构很完善的一个公司 但是在一个最有可能做成这种公司的一个胚子 你看着他你就知道他做不成的时候 非常遗憾 很纠结很纠结 但最后我的脾气就是这样 我就不做了 这个公司后来是不是如你们所料 就慢慢就 后来慢慢慢慢就不行了 但是呢中建呢 在好像是07年还是06年的时候 又重新兴起了一次 就是当时推出了一款手机 叫保密手机 也是很火爆 当时之所以呢 这个商务通的手机这么火爆 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就是销售渠道 我当时讲 我说就是一定要很好地 跟这个渠道来合作 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些分歧 包括对方也在找我来去中间去协调 但是也协调不出来 还是很遗憾 那现在这个公司怎么样了 现在就见不到什么样的消息了 所以这个技术派主导的这个优势 在需要一定的技术公司里面 是非常顽强的 而不是去看市场 不去看渠道 不看品牌销售 技术派的人 我后来也总结过 我在微博上写过 我说技术派的人去做这个一把手 他容易犯几个问题 第一个 做技术的人总是很自负的 就是他认为一定是我做的东西是最好的 第二个就是说 只有我能够做出来 就是这个我是他自己 前面那个我是整个是公司嘛 还有一个就是说 希望一站定江山 就打麻将有时候有人是说 一路小屁奔向胜利 就他呼小的牌 然后经常的呼他就赢了 有的人是小的牌我不呼的 我就要做把大牌 就是我要一次性获得很大的一个收入 所以技术派的人 他容易倾向于就是说 我做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 比如像iPad一样 一下子就在市场上成功了 然后如果这个产品不行了 好我就憋着说 我再去做一个产品出来 然后这个产品又是这种突破性 但事实上企业经营的过程 是一个基小胜为大胜的过程 你应该是有几条产品线 然后这个产品线不断地去升级 从iPod 1到2到3到4 然后你不断地去满足用户的需求 它是个日积月累 一步一步前进才能达到这个顶点 而不是一个跳跃性的 应该讲一个公司 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场跑步的话 首先公司经营是跑长跑 但是这个长跑 首先是需要一个冲刺 它不是最后需要冲刺 它是在起步这100米需要冲刺 到终点的时候不用乘刺 它你就一直跑下去 你要能够以你的一个产品 在市场上切入进去 获得市场份额 在这个阶段 技术派很重要 就是确实是说你再好的营销 没有一个产品做基础 是不行的 但是好的产品 也许只有10%在市场上卖起来了 有90%的好产品都没卖 那在这个阶段就是说 技术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是后面在跑长跑的时候 就不是靠产品可以去做的 它需要你综合的 比如说你的渠道 你的服务 你的品牌 我不愿意去做我已经会做了的东西 我喜欢挑战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喜欢做拉克拉这种事 就是我觉得我 挑战你一种新的能力 就是那种就是说你用了你的智慧 然后大家一起去努力 解决了一个问题 你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您 今天最近的一次 为什么就选择了这个拉克拉 这样一个东西来创业呢 当我决定再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就像是我考虑 就是这个事情要足够的大 因为商务通当时一年的营业额 已经是10个多亿 就是当你自己去操盘过一个 10亿规模的企业的时候 你再做的时候 你一定希望它就是未来的这个空间 能够是百亿级的 或者是千亿级的 就你人总希望你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大 那当时我和雷军在这方面分析的比较多 当时雷军提了一个观点 他就认为说金融服务业 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他说96年到2006年这10年 当时电信开放了 那么很多的这个第三方公司可以围绕电信来做增值服务 所以催生了一大批企业 那他告诉我说这10年是电信SP的黄金10年 那当时正好是2006年就是中国要入市 然后这个金融要逐步的开放 所以雷军就最先告诉我说 他认为06年开始会有一个金融SP的黄金10年 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想法 那么后来因为我当时有很多朋友是在做金融方面的事情 当时刚好就是说中国英联 他下面的一个公司开发出了一款叫智能Pulse 就是比传统的Pulse有更多的功能 那么我当时又是在富闲 所以他们就来找我说 说孙涛然你既然能够把商务通这样的产品 就卖几百万台出去 那你能不能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刷卡电话 卖个几百万台上千万台到家里去 然后说孙老师你来给我们指点指点 来给我们支支招 所以他们就请我去上海 我就开始看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分析 帮他们提建议 那最后一来二去 说你这个建议很好 但是我们没有人会做 说你能不能够去组建一个公司来去做这个事 所以等于这是一个推动力 那另外一个是我跟雷军一直在研究金融服务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两相一结合 最后就走到拉哈拉这个方向 其实一般的创业真的是说老实话 是说特别内心想做的一个东西 你这玩意是商量出来的 实际上我给你的问题是想说 你有没有自己真正爱做的东西 比如说我觉得你这样的性格做快速消费品非常厉害 甚至于做零售 这些东西那都是你特别能玩的转的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我想过 想过然后我得出的结论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事还是拉哈拉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自己曾经跟别人讲过我说我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个我喜欢做创新的事情 你像《绝胜时代》你写作文 我想到的再好的一个题目 如果别人已经写了我绝对不会去再把它写一遍 那么你做企业一样 就是说产品也好服务也好 我是很反对复制和模仿的 我不去做这种事 就是说我要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第二个我不愿意去做我已经会做了的东西 我喜欢挑战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喜欢做拉克拉这种事 就是我觉得我 挑战你一种新的能力 然后它很复杂 它需要你去花很大的心思和你的智慧 就是那种就是说你用了你的智慧 然后大家一起去努力解决了一个问题 你会有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 那相反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你已经做得很熟练了 每天只是重复我就不会去做了 第三个我特别希望这个事情做的是有意义的 我经常给人举例子说 你说卖茶叶蛋的卖出去上市公司 但是我孙唐然不会去做 我就让别人做吧 因为我觉得我去做一个卖茶叶蛋的公司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它可以赚钱 但是我认为 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没有技术含量 对别人没有什么意义 它不推动这个社会这个人类的进步 这个虽然你说的它是一个冠冕堂皇大道理 但我心里真这么想 那我希望做的是个有意义一点的事情 我理想中的公司应该是一个百年老店 这个百年老店是不是在联想系都是这么个想法 对 这是一个信念 就是一个是说 当你把事情看得很透之后 你会认为说短暂的这种昙花一现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的话 当你把一个公司按照百年老店方向去做的时候 它会让你的公司做得更扎实 它会推动着你企业的文化 向一种求实 一种诚信这个方向去走 那你身处其中的人 你自己你会有一种充实感和一种踏实感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首先要先问目的 当你先问目的 你把物理问明白之后 有一半的事就 你就自己就会决定这事不该办 现在打造你这个拉可拉的这个企业 你的文化上是怎么来打造的 我们现在文化上是强调四条 第一个是这个求实 第二个进取 这两条的话 其实是跟联想的跟文化是一致的 那么第三个我们叫协同 第四个叫分享 这是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价值观 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 能把这样一些核心价值观 让你七百多人 都把它放在行为举止里面 核心价值观 我觉得一个是你要把它 首先要把它提炼出来 然后你要不断地去宣讲 管理人员应该能够以身作则 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每个季度和每个年度 会对员工进行评估 就评估你的价值观 进来的时候 如果价值观不符 你就不要进来 这点很重要 你看现在我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骨干员工以上的 或者在我们那边 我们一道线 比如说月薪五千以上的员工 在最后录用之前 我是要见一面的 你要去感觉这个人的味道 这个感觉 其实什么叫感觉他的味道 你是在感觉他的价值观符不符 那只不过像咱们这样的人 因为咱们见的人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去品出一个人来 你的大概性格个性 你的理念是什么呀 那另外一块是我们就是方法论这块 而这个方法论跟这个价值观 其实它是吻合的 你在不断地按照方法论去做事的时候 它是在强化这个价值观 你说的方法论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和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方法来做 我们是四句话 叫先问目的 再做推演 然后呢 亲手打样 及时复盘 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方法 对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首先要先问目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 村民开个分公司 假如说这件事 先问目的 目的是什么 当你先问目的 你把目的问明白之后 有一半的事就 你就自己就会决定 这事不该办 那你这个公司的目的很简单啊 到便利店里 或者说那小区里 把它装上 这目的 那每一件事都有目的 比如说这个便利店装不装 比如说国美 国美有236个城市 国美要跟我们达成一个协议 说在国美的店里来安装 这个协议签不签 先问目的 目的是什么 或者我来参加这个 王老师的这个对话 我来和不来 目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来 我自己问我自己 就先问目的 然后再做推演 因为军队打仗的时候 你都有个沙盘推演 就是我会想 我怎么进攻 会怎么样 那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也要往后去推演一下 后面几步会是怎么样 比如我去建立那个分公司 我派谁去 他去了之后 他先要干什么 一般先要找地儿 然后从哪块开始 做起业务来 有利条件是什么 不利条件是什么 然后再做推演 然后我们特别特别强调打压 打压 而且打压的时候 要亲手打压 就是一定要这个部门的最高负责人 你亲自带队去打那个压 亲手打压 因为你说 你派你的一个部下 说你去做个样板 那你的部下去了之后 第一 它的水平就是它的水平 你打压的时候 也是要你的水平 第二个最关键就是说 什么叫打压 打压就是做试点 那我这个试点成功之后 我要复制的 那有很多 你去打个样之后 它是不可以复制 所以就是我们强调这个 然后最后及时复盘 当我们去要求所有的干部 都按照这四条去工作的时候 把这件事错也错不到哪去 它做也能做到80分 但最关键的是 你发现这四条方法论 第一个它是求试 是很务实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能够把它去推演出来 你要打压完了之后 再大为摩去复制 那就不是说 我天天放微信啊 它对应的是 你这个求试的文化 求试 不论是对一个企业来讲 还是对企业里面的 每个人来讲 这是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都很重要 这种态度都很重要